我想请教的是同样同样在面对疫情 现在中国的一个老百姓是怎么样 中国的政府是靠枪杆子在维护他们的政权吗 透过枪杆子在防疫吗 来实际的一个乱象 为什么乱七八糟 包括了昆山今天也通通都封了 那张学长 我们先讲昆山封城对整个长三角 对上海经济就因为造成影响 我这边准备一个图 什么叫长三角呢 也就是以上海为顶点 刚好扶凑了三个省的省会 分别是江苏的南京 浙江的杭州 还有安徽的合肥 这面积有多大呢 总共36万平方公里 GDP占中国四分之一 人口占2.11亿 刚好人口跟面积是台湾的失败 昆山在什么地方呢 昆山差不多从哪里到哪里 大概从台北到扬眉 大概48到50公里左右 我这张地图下面看得非常清楚 这里是上海 昆山就在他边上 又说昆山是上海的后花园 坐高铁大概15分钟就到了 上海现在封城的乱象是什么呢 是 为什么解放军要进城 解放军跟特警从哪里掉来的 这逻辑跟乌尔战争有点像 是从哪里掉来的 从山东掉来的嘛 他跟当地民众没有任何的连结吧 所以在执勤的时候呢 暴力手段呢 可以呢 比较满个一点 各位看 这不是乌尔战场 这时候上海如果有民众 应违反相关的规定 走出来 被解放军被特警看到 就是一棍啊 一阵啊乱棒乱打 基本上直接可以打人的 我们会发现 恶物战争是恶军去屠杀 他国人民 威权体制的柔绩 一样地方是什么 中国的解放军会特别是 自己偷打自己的民众 第二个是呢 另外一个画面 非常非常的精手 这个画面在文革的时候 我念中共党史还看得到 而忤逆毛泽东思想 基本上极有可能呢 被人家剃个所谓的阴阳头 结果有人呢 违反了这个防疫的居家 隔离的规定 跑出去猜啊 应该是啊 没有东西吃吧 最有趣的地方是啊 没有东西吃啊 就是这个画面 对 把他抓来剃头 有必要这样子吗 剃阴阳头 不分性别 不分你是什么年纪 只要已尽孝友 这个意思是呢 当别人看到呢 违反规定啊 然后呢就想办法呢 可以剃个光头逼一开 你还敢出来吗 特别是爱美的女性 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这个手板告到 我昨天看了一个是笑话 因为现在没有食物嘛 所以说呢 上海的官媒啊 就推出一系列叫做 清断食 清断食不是很流行的 减肥方法 对对对 那是我们现在文明国家 大的文明病嘛 所以说呢 大家会呼吁自己要健康 健康前提是什么 你有得吃嘛 结果现在呢 跟大家讲说 现在没有东西吃是不是 刚好响应呢 所谓健康清断食 这什么多么令人讽刺 这什么多么令人讽刺